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前执行长Craig Barrett继死前在财富Fortune杂志上发文反对将英特尔分拆为晶片设计公司和晶圆代工业务之后, 近日再度发文呼吁,不应该将英特尔业务分拆成两部分,尤其是英特尔18A缸获得技术突破,即将赶上台积电N2制程的时刻。 他认为,提出此建议的四位前英特尔董事会成员虽然用意很好,但却不得要领,因为他们是两位学者和两位前政府官僚, 这样的人并不适合为竞争激烈的半导体产业制定策略。 Craig Barrett在评论文章中指出,由英特尔前执行长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在过去三年多的领导下, 英特尔在技术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他指出,英特尔的领先技术Intel18A目前已与台积电的2奈米技术并驾崎岖。 此外,英特尔在新一代高数值孔径及此外光、High-NAUV曝光技术应用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 目前已处理了数万片晶圆。 同时,英特尔在复杂晶片的背面供电技术上也取得了领先。 Craig Barrett认为,这些成就对于未来几代的锡晶片技术至关重要。 Craig Barrett还驳斥了前董事会成员说, 英特尔同时制造和销售晶片,使得其他无晶圆厂晶片设计公司将不信任英特尔代工其产品的观点。 他强调,在半导体产业最好的技术才是网道。 而目前所有无晶圆厂晶片设计公司都选择台积电,是因为台积电拥有最好的技术。 因此,如果英特尔拥有与台积电相当甚至更优越的技术,那么局面将会改变。 Craig Barrett还回顾了英特尔之前在晶圆代工业务上失败的原因, 那就是当时英特尔的技术不具备竞争力。 他承认,英特尔需要提供良好的客户服务,公平的价格,有保障的产能, 以及晶片设计客户与其代工业务之间的明确划分。 但他再次强调,最好的技术才是成功的关键。 Craig Barrett指出,英特尔过去在技术和晶片设计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虽然在转向人工智慧AI应用方面,但晶片设计仍然面临挑战。 但在制造技术方面,英特尔显然已经重回领先地位。 基于这些的因素,Craig Barrett呼吁停止讨论拆分英特尔这个唯一的解决方案。 相反,他认为应该关注英特尔如何基于其技术的复苏, 从台积电目前的高阶晶圆代工业务中夺取市场份额。 这部分,美国政府可能提供的帮助, 例如鼓励美国公司使用美国的晶圆代工厂, 以及向过去对待其他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但陷入困境的机构一样进行投资。 他还认为,现任政府在提供支持, 例如,关税面可以要比前任政府更迅速。 值得注意的是,Craig Barrett最主要的观点是, 现在不应该再谈论拆分这样一家拥有十万多名员工, 业务遍布多个大众的公司, 这会带来诸多复杂性和干扰。 在曾经领导过英特尔的人, 甚至拆分公司所带来的挑战。 因此,如果美国想要在半导体制造领域, 重拾领导地位, 就应该基于英特尔目前的复苏势头来发展, 而不是将其拆散。 Craig Barrett进一步坦诚, 自己对英特尔有情感上的依恋, 但他相信, 如果领导得当, 英特尔团队能够有所作为。 虽然他对英特尔失去领导地位感到失望, 但更令他失望的, 却是看到那些不了解半导体产业复杂性的人, 提出过于简单的解决方案。 因为开发一种新的半导体制造技术, 并将其投入大规模生产, 需要数年时间, 而英特尔正处于重新获得领先地位的关键时刻, 拆分公司将会阻碍这一进程, 是最愚蠢的主意。 由此, Craig Barrett之所以坚决反对拆分英特尔, 认为公司在技术上已经重现生机, 拆分只会带来不必要的混乱, 和阻碍其重新拿回半导体制造领导地位的努力。 他进一步呼吁, 业界和政府支持英特尔的复苏, 并强调, 技术实力是半导体产业竞争的关键, 而英特尔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在此背景之下, 英特尔工程经理Punkach Maria通过LinkedIn发文在3月中旬指出, Intel 18A制程迎来重要里程碑, 很荣幸加入Ego Team, 一同落实Intel 18A, 他们的团队率先完成亚利桑纳州的首批生产, 先进半导体制程迈出了关键一步。 Punkach Maria还强调, 这只是英特尔挑战全球最小制程的开端, 这项技术完全是在美国研发并制造。 今年2月下旬, 英特尔通过官网正式上线了对于其最尖端的Intel 18A制程工艺的介绍, 并称其已经准备就绪。 根据外界预计, Intel 18A将于2025年年中进入量产, 将由库瑞Ultra 300系列Panther Lake处理器首发, 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上市。 根据英特尔官网的介绍资料显示, Intel 18A采用了Ribbon FET环闸GAA电晶体技术, 可实现电流的精确控制, 同时还率先采用了业界首创的PowerWire背面供电技术, 可将密度和单元利用率提高5%至10%, 并降低电阻供电下降, 从而使ISO功率效能提高高达4%, 并且与正面功率设计相比, 故有电阻IR下降大大降低。 与Intel 3工艺节点相比, Intel 18A的每瓦效能提高15%, 晶片密度提高30%, Intel称之为北美制造的最早可用的2奈米以下先进节点, 可以为客户提供有弹性的供应替代方案。 根据研究机构Tech Insights的测算, 得出的Intel 18A的效能值为2.53, 台积电N2的效能值为2.27, 三星SF2的效能值为2.19。 也就是说, Intel 18A在2奈米, 即工艺中具有最高效能, 台积电N2位居第二, 三星SF2位居第三。 近日, Intel投资者关系副总裁John Pitzer 在摩根士丹利科技、 媒体和电信会议上也表示, 当前基于Intel 18A制成的Penzen Lake处理器的良率水平, 甚至比同期Meteor Lake开发阶段的表现还要略胜一筹。 Intel认为Intel 18A的水平能够对标台积电的N3或者N2。 Intel正按计划推进Intel 18A, 并已宣布将在今年上半年完成首个外部客户的流片工作。 Intel对这些进展感到非常满意。 值得注意的是, 近日, 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 美国两大晶片巨头辉达NVIDIA和博通Broadcom, 正在基于Intel最新的Intel 18A制成进行制造测试。 另一家处理器大厂, AMD也在评估Intel 18A制造工艺是否符合其需求, 但目前尚不清楚该公司是否已将测试晶片送往工厂。 目前, 辉达、博通和AMD均为全球前五大晶片设计公司, 如果他们后续真的考虑采用Intel 18A制成来生产自己的晶片, 那么他们的需求足以让英特尔晶圆代工业务迎来真正的转机。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